2007年2月16日,晴。 母亲同意舅舅带我回上海,跟苏伯从一起过年,听说她刚失恋,但依旧西装鼻挺笑容可居,看上去不太难过,我笑着拍她肩膀安慰,没事呀,你还有钱。 苏柏从古怪地看了我一眼,表情惆怅,钱不是万能的。 我又说,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 苏柏从翻了个白眼,人松松垮垮地陷进沙发里,彻底不想搭理我了。 我以为她不会再搭理我了,过了一会儿,她忽然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酒,转过身,杯子微微一举,告诉我,我最穷的时候,身上没有一分钱,在尊皇门外捡别人的烟屁股抽,因为那里达官贵人多。 说着,她养了养家在手中的烟,捡了一个月,就有人让我去她手下做事。 为什么?因为我每天都能捡到最好的烟。 果然,360行,行行都能出状元,我忽然有点明白,她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人母鬼样的模样,她表面上看上去是钱如命,可又似乎对钱极其不屑。 她把烟灭了,告诉我,我跟了那老板,挺会做生意的,大道里一堆,最常说的,三个一。 一帆风顺哪是人生,一蹴而就必有陷阱,一寸赤心寸寸金。 我受教了,她不有钱,谁有钱? 小怪兽复读日记。 周思月回到座位,拉开椅子坐下,打开笔记本,目光瞥了眼趴在曹文俊身上的圆放,手搭在桌上,又转回,表情很淡,像是随口一问。 圆放陷入纠结,决定如实相告。 刚在门口,我接的,我中途,去解个手,以为这丫头应该没耐心等,就走了。 没想到接了第二批,她还在那儿等我,等了一个多小时呢,真他妈有毅力。 相处一年,室友是什么人,大家都很清楚,圆放的自恋,平日里,大家都有目共睹。 平时姑娘路过的时候,多往他们这边看一眼,圆放就勾着搁几个肩膀说,有戏了。 听到这儿,曹文俊起哄,老圆,我赌一箱子汽水,你呀当时春心荡漾了吧,是不是以为人家姑娘看上你了? 周思月电脑打开,打开程序的手一顿了秒,不动声色继续。 圆放没反驳,脸红脖子粗地跟人争辩,这要换你,你能不想多? 不是我想多,是这妹子太会聊了,你不知道,我当时接了另外俩姑娘去报道的时候,小丁师妹还靠在树上跟我挥手,say he来着,本来觉得那丫头一般般,你不知道笑起来那模样,太让人。 太怎样? 周思月终于从程序里抬头,平淡地问。 误会,误会,都是美丽的误会。 说完,圆放时去地从门口溜了。 半个小时前,丁县的望福石照片被曹文俊拍下发到群里,周思月把她带到西体育馆外,绿柳成荫的操场,两人站在蓝绿色的铁纱往前。 丁县费劲地把行李箱摆到身前,收了赶,这才抬头去看她,她这一年总做梦,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都能出现在她梦里,偏偏就从没有梦见过她。 她就这个事儿,咨询过几家心理顾问,其中一人看她是高中生,一听要咨询感情问题,十分敷衍地问了几个问题。 发生过亲密举动吗?丁县想到那天那个吻,略一点头。 性行为呢?她摇头。 顾问把笔一丢,很快得出结论,你们这样的学生我见过不少,尤其是女生,失恋的时候要死要活的,吃安眠要自杀都有,你这还是症状轻的呢,就是年纪小给闹的。 你们这年纪见识少又好强,做什么事儿都容易走极端,哪懂什么是爱,就是心有不甘。 如今这人生生站在她面前,背光而立,看她的目光平淡许多,不再是烟桑胡同里那个时常冲她吊着眉梢笑的少年了。 她比以前轻瘦了许多,圆润的轮廓,变得棱角分明,线条冷硬,皮肤依旧很白,头发剔得简单,极好地修饰她的脸型。 丁线记得,她以前不笑的时候,嘴角也是有点微微上扬的,所以总感觉她时常带笑,眼神又亮又有光,很讨喜。 现在也帅,只是帅得有点颓废。 她不说,她也不知该说什么,气氛一直僵着,这边人不多,日光晒得她后背发烫,大片大片汗湿透了衣衫。 周思月 丁线在来的路上想了很多开场白,一下子又僵住,不知该从何说起。 甚至她都想过今天,或许她都不愿意见她,但至少她来了,她心里又燃起了希望,俩眼发光,见到你很开心。 直到说出这句话,周思月才恍惚坚决的,这丫头变了。 以前她总屁吊屁吊跟在她后面,有时候她随便一句话,就能把人脸斗红,总也不敢看她眼睛,特胆小,但真把她逼急了,也能熬屋扑上来,咬你一口,但很快又耸了。 她说,我见到你很高兴的时候,周思月忽然低着头吃笑了下,那瞬间,丁线仿佛又看见了从前的少年,可很快,又恢复冷漠。 我不管过去一年发生过什么,周思月,我是来找你的。 她双手抄在兜里,平静地说,丁线,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,我不是来找你谈恋爱的。 急忙撇清,丁线发现自己现在真是撒起晃来一点都不脸红,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 不是才怪,但也深知,两人分开忽然见面,就要说跟人谈恋爱,不被吓跑就奇怪了。 在来之前,孔沙迪在路上给她发了条短信,八字真言奉劝,千万别追,男人靠调。 那你找我干什么? 她双手暴毙,忽而闲散地往铁丝往上靠。 看看我当年的老同桌呀,是不是被岁月这把杀猪刀给剐了? 她故作轻松地说,听说你刚在机器人大赛上拿了金奖,恭喜你。 周思月沈笑,目光往远处一瞥,微眯眼,谁告诉你,我拿奖了? 丁线一愣,脸笑。 丁线,我没拿奖。 她只起身,杨柳吹在她背后轻轻飘,忽然起了风,吹过她额前的刘海。 一道轻描淡写的声音传来,看到了,我过得没你想象中那么好。 少年转身走了,丁线好半赏,才反应过来,日光刺眼,他不管不顾地冲着她微颓的背影大喊。 一帆风顺的,哪是人生啊? 金奖算个屁,你以后可是要拿图领奖的人。 晚上回寝室,丁线接到孔沙迪的电话,八卦地问,怎么样怎么样? 他是不是很激动,你俩是不是在清华门口抱头痛哭了? 丁线倒立完,坐在床上,你以为是你跟宋子齐吗? 孔沙迪小声地切了声,又说,到底怎么样了吗? 好奇死了我。 他说他没谈恋爱的打算。 丁线平静地说,电话那头失落地哑了声,怎么这样呢? 你见过流浪狗吗? 孔沙迪没明白,什么意思? 就是那样的状态。 卧槽,真的假的,这么糟糕。 不过我之前看新闻上说,有人专门见了个贴巴骂他爹,能理解,你多陪陪他吧。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,会好的。 孔沙迪安慰道,他现在应该挺需要安慰的。 他很排斥我。 也能理解,如果是我的话,我也不愿意让我喜欢的人看到我狼狈的一面。 你就那么确定他喜欢我? 废话,他以前对你那么好。 宋,那死人好几次都跟我说,周四月为了你教训他好几次,他就差把我喜欢丁线五个字写在脑门上了。 谢谢你啊,沙迪。 丁线明知是安慰,心却还是忍不住狂跳了几下。 客气什么,不过你可千万记住我的话,别主动去追,要靠吸引,吸引懂吗? 用你身上的母性散发光辉去吸引他,让他主动来追你。 好了,说了八百遍了。 男人追不到,书还是要读的,再怎样也不能让人瞧扁了去。 他每天除了泡图书馆,就是寝室食堂标准的三点一现实生活, 只是没在学校见过周四月, 只有很偶尔一次,从紫禁公寓出来的时候,丁线远远看着他跟一个男生从门口出来。 黄昏下,刚洗完的头也没擦干,走在校园里,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傍晚,整个校园被拢着一种起立的风景之姿。 夏日校园,余晖清照,像被人泡进了一壶清茶里,带着冥香。 丁线看着那俩人在树荫下站定,周四月一只手抄在兜里,一只手柔柔湿漉漉的头发,正跟对面的男生闲聊,似乎在等人。 四月,老曹。 两人正聊着,不远处有人喊了声,两人不约儿童望过去,周四月没作声,曹文俊大喊一声,你呀不会跑两步。 圆放着才开始蹦跶跶跶跶跑起来,笑着去勾周四月的肩,后者双手抄在兜里,嘴角淡笑,任由他搭着往外头走。 迎面过来相熟的男生,也笑着跟他们打招呼,去上网。 一起,周四月说,男生马上跑起来,你们先去,我回去换身衣服。 丁线呼绝,他好像真的变了。 丁线湾